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 今天看到一条消息 和我的家乡大连有关系 发生在大连 而且发生在普兰殿市 这正是我当年1974年 上山下乡的地方 我下乡在新金县 库子公社 这个公社就位于普兰殿当时镇 普兰殿镇所下的 现在改成了普兰殿市 普兰殿市管新金县 过去叫新金县 现在改了名了 这次管辖的问题 看到什么消息呢 就是在2021年9月10日 23点39分 普兰殿区 与丰庸街道 新河社区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这个名字我都很熟 但是那时候不是叫这个名字了 那时候都是公社 有些公社就改成区了 可能是 说这一家人呢 发生了燃气爆炸事故 8人死亡 5人受伤 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我认为就是和地方官员呢 这个 不负责任 官僚主义 行事主义 甚至草菅人民有关系 政治体制的原因 没有很认真地进行管理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事故调查 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么随随的事故呢 大连昆马燃气公司 我不太了解公司干嘛的 我在那时候 那时候也有液化器官 但是相对来讲 管理比较简单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 有这个燃气爆炸的 还真没听说过 那么这篇文章讲 这个昆马公司啊 无私国务院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大连市燃气管理条例 你看一期一期都有 都有这个条例 但是不执行 你要按照这个条例去执行啊 一下子继续落实啊 完整的这个程序 操作程序 肯定不会爆炸 法规对燃气企业承担的安全责任规定 在燃气生产和作业过程中 未履行相关生规定 造成严重恐怖了啊 那么涉案人呢 是普兰叠公安局把人抓了 公司的法人叫李洪魁啊 这个主管安全生产的 副经理叫朱来君 把这两人抓了 就是抓两个企业老板吧 也就是这个叫坤嘛 燃气公司 那么再就是 按照这个三管三必须 也就是这个上面讲的 一些条例的规定啊 也排比键吧 三管三规定 三必须要求 这样就对这个英级部 英级局 驻建 驻建局 普兰电局 区人民政府 免去了这个英级局 党委书记张福久 党委副书记局长杨哲的职务 彻职查办了 我认为给他处理太轻了 应该是抓起来判刑 对市英级管理局 当委委员副局长张晨 和市驻建局 当委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光 停职警察 免去普兰电副局长韩冰的职务 按照规定责政普兰电区委队 普兰电区英级局当委书记 局长曹庆恩 住建局副局长黄旭给你免职 你看当官的不疼不痒 免职就完了 免职他在家待几天 消停消停 然后再送送礼清醒客 拉拉关系 过几天又好再换个地方 因为当官都讲级别嘛 你到了一定级别很难撤职啊 我认为呢这个判的太轻了 你不能光抓这个企业老板 是不是啊 那你上级干什么呢 而且本身这个叫英级局 英级国家英级部 就是多余的组织 这个部门 你多一个部门 多一批干部 这些干部浪费老百姓的钱财 浪费纳税人的钱 应该精简 有住建部就行了 住房建设部就管这个事了嘛 你这个房子里放什么东西 有这个燃气的管理都有规定的 执行就行了 不执行就查办嘛 但是他做不到 你看他一出事 有责任就抓老板 当官的就是批评教育啊 免职就完事了 那么这些免职这些人肯定 也不在乎 不会吸取经验教训的 以后还会这样做啊 这是我早总要讲的啊 那么说是这个910这个燃气爆炸事故 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呢 现在在这个国内 经常发生啊 那当然在加拿大 美国也会有 偶尔也会有 但是人家的管理 基本都是按照法制 这个手段啊 来 来这个处理的 非常严格的 你比如说我们到 我这后院就有烧烤设备啊 很好的烧烤 就来朋友烧烤烤 烤点鱼烤点虾 用的就是这个燃气啊 液化气罐 到那个科蒂地钛去换 给它钱它就给你换 但是你送去以后 你去领罐的时候 它在那个楼的旁边呢 那都有专人负责的 怎么管理啊 要用什么程序安全措施 那都一套的 那当然我们自己用的时候 也要心要细吧 每一次用完要把它闭上 用的是要打开啊 要注意里面还有多少 另外下雨天呢 你要一定要有棚子遮挡 这些必须要做的 是吧 你不能稀里糊涂打开了 也不管了 那你很危险呢 是吧 光看烤出了这个虾 什么美味 肉美味 你没想想这安全 同样的你这个企业很大 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那就当官 你必须是静静静静静的 是吧 上班 管辖范围内的 有多少 发出有多少液化器块 怎么管理 要去检查去看 你绝对不能稀里糊涂啊 我很了解那个新京县 那个普兰店的情况 那时候我是下乡知情啊 那时候生活穷啊 就是那个地方 没有卖 那个就是 没有卖 很难看到卖酒的 所谓酒就是糯米香 2块5我们都买不起 拿着我攒 大半年攒了2块5 买一箱 那几个哥们 回这个清点喝的时候 还怕这个带队干不看到 带队干不看到 带队干不看到 乏呀不允许喝酒 跑到后山上去 找个地方啊 再买一块罐头 几个小熊就坐在一起 你喝一口 我也喝一口啊 觉得太爽了 那时候觉得这个糯米香 很好喝 其实糯米香就是一个 据说是这个红薯做的 度数很大呀 喝完一满领头红啊 那时候觉得心情是好啊 现在想很可笑啊 那时候还有一个 这个 知情的朋友在那个 市政府那个饭店里边做饭 厨死啊 我每次去到普兰店去找他 因为是饿呀 找他 他就给我蒸点饭吃 哈哈 就所谓饭就是一个盒饭 米饭整个一碗 然后放在豆腐 炖豆腐 这个白菜 那吃的太香了 那这人间的美味啊 那时候想起来 现在想起来 这是治的温馨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 我就想到 这些父老的乡亲们啊 多爱惜生命 既然当上官了 不管这个官怎么来的 是花钱买了的还是怎么样 你就好好干 把它干好 你这个管理这个夜花器罐 可是个大事啊 千万就是不要这个稀里糊涂的 一喝点小酒 就给人审批 一批夜花器罐 结果这个罐 他也不认真管理啊 容易出事啊 一旦出了事也不负责任 你像这个免职 我一看就是 就是敷衍了事啊 暂时丢丢脸 过一段时间忘了 然后再请这个上级主管部 人事局啊 是组织部 送点礼 是吧 送点钱 然后又再找个地方 比如说过去是复苏级 你再找个复苏级的职务 画个领域 一切找旧啊 所以我看以后 哎 想起那个 曾荣的知情岁月啊 没想到我老江晚年了 这个整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些节目啊 看这些报道 现在好在是网络时代了 有时间的连线都能看到啊 这个当然人是往前看不能往后看了 像我这样每天批评习近平 现在习近平成伟大领袖了 根本想回普兰殿看看也不敢了 是吧 普兰的话坐飞机回去看一看 我这还是很怀念那个地方啊 一山一水啊 那个地方附近有一个 两家机场 飞机场啊 我那时候特羡慕那些飞行员啊 他们穿皮衣裤子 上飞机啊 这个 我经常到这去玩的时候 也见到那些飞行员啊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 那时候我们都向往那个当兵啊 当兵就可以不在乡下受苦了嘛 但是 人家不要我 我弟弟当兵了 我弟弟当时下乡以后在一起 他待了一年多就当兵走了 到童话当 布兵了 我留在钱典里 青年连呢 有的时候星期天就到这个普兰殿去逛一逛 就进城逛一逛 就想起来很可笑啊 因为 要去好几个小时啊 那个没有钱坐车啊 大大汽车五分钱啊 是鸡毛钱 没有钱 怎么办走啊 要走两个小时啊 从来走到普兰殿 有时一走一头汗呢 有一天是半夜才走回来啊 还喝了点小酒 回来以后呢 这是一路上 两侧都是那个树林的 林呢 树很高啊 没有人 为了壮胆 就大声的唱歌曲啊 唱那个 这个我是一个兵啊 爱护老百姓啊 有意思 现在想想 就这话就可笑啊 有的时候到那个城里去 走运呢 就赶上那个马车 就农民赶马车 就说小话 说师傅 我搭搭脚啊 有的是 搭车挺好的 你就搭个脚 我就坐上这个车 到这个普兰殿 有的时候人家不拉啊 也拿个鞭子 你要硬而上 也拿鞭子 丑你 觉得现在想很有意思啊 特别是那位哥们儿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是否活着 就是我每到普兰殿 找他 没饭吃着 他就 他就给我盛碗饭啊 那个人正好意思知情出身 也给我一个是朋友啊 现在这个想起来啊 就是感到温馨了 接这个节目 就向这个普兰殿的父老乡亲们 说一说去 就是 确实想念你们啊 你们要好好的就是活着 爱惜生命 自己认真一点 就是一花几花啊 好好管理 那么那些当官的啊 也多多的 给老百姓办点事 你别整天 站着毛肯不拉屎 说对不起 普兰殿人 那么今天呢 还来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